前不久被网友偶遇和朋友在网吧开黑的江树颖 让大家得知原来女神也是一枚网瘾少女 4月6号江树颖不打游戏化身运动少女与教练一起现场教学 江树颖活力满满一直保持着甜美笑容 每一招式都尽显专业 做起紧急独立更是稳如泰山 可见平时真的没少锻炼 去年江树颖参加了花儿与少年之后 凭借耿直的性格实力圈坟 和靳东主演的独视爱情剧《恋爱先生》也是大火了一把 他还携手钟翰良主演了情感剧《一路繁花相送》 江树颖的爆发期可谓收割了不少男神 而与离风搭档的新剧《在纽约》 也离面试的日子越来越近 不知道男神收割机江树颖 这次又会与另一半擦出怎样的火花呢 在纽约 而且他是一个时装设计师 其实对于我来说我之前也有扮演过那样的角色 那么对于我的挑战就是怎么样不重复的 能够把这样的一个职业的属性能够表现出来 还有一个就是他是一个特别怀穿梦想 在纽约打拼的这样年轻人 其实纽约地点不重要 而是说对于他的一个梦想和现实的一个差距 一个落差对于这个女生来说 可能是需要不断地去考验和挑战 今天不进行里面试试图 也有 Romans 有想念呢 里面试试